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因为刚刚我们前面的议程有点delay 所以接下来的job fair 我们会直接开始 那我们现在先有请国泰金控的同仁 为我们上来说明他们公司介绍跟职缺机会 谢谢大家 各位来参加派抗年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国泰金控的Tiffany 那很开心可以在今天 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跟大家见面 那我会用快速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国泰金控在这几年 在我们不管是资料科学发展 或者是云端发展 或者是各项的技术与数位发展上的成果 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以后 如果很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我们三楼大会堂外面的这个摊位 来跟我们做互动跟交流 好那首先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大家对国泰金控应该是不陌生 但是可能大家一想到国泰金控 第一个想到一定是金融服务 或者是说可能是国泰银行 国泰产线 或者是国泰人寿等等 那甚至有的人会联想到国泰航空 那其实国泰航空不是国泰金控旗下的子公司之一 那在国泰金控呢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的500大品牌之一了 那我们的服务据点也是全台第一的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场子 会来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这个互相的交流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近几年 在整个技术数位 还有资料科学发展上面 是领先于业界的 怎么说呢 可能有很多很多这个 对资料科学非常的有热忱的这个技术朋友们 都知道就是其实资料量越大 是有助于大家来资料科学上面做分析跟研究 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优势 那以国泰金控来说 我们在旗下的所有子公司 总共已经拥有全台超过1400万的客户数 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全台湾1400万的客户资料 那这样的资料呢 可以有助于我们透过资料科学的分析 以及资料科学的运用 可以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可以找到客户他需求的数位服务是哪些 那进而让我们用金融科技来辅助 给客户良好的一个数位服务的体验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在国泰的部分呢 包括了国泰市华银行 人寿产险 证券投信 还有创投的部分 那其实呢 以整个大集团来讲 我们其实还跨足了电商 还跨足了医院 建管 建设 商旅 还有资讯的部分 那比较耳熟能详 大家可能想到电商 就会想到我们的小数购这一个电商网站 那医院的部分呢 当然大家就应该是更清楚的 就是国泰医院的部分 好 那建管呢 有国泰建管中心 那建设有国泰建设 商旅有cozy这样子的一个饭店 那另外就是在资讯的部分 也是在审访 也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个研发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 一个生态圈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透过数据的分析 来做出更多有助于客户在 不管是数位服务上 或者是在电商上面购买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消费行为 或生活形态中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服务体验 好 那可能我们其实在 如果说前几年就来参加 派抗年会的朋友们 应该都会有听过我们说过说 国泰其实在开始做数位转型的历程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单位 那这个核心单位呢 就是我们的数位数据科技发展中心 也就是数数发中心 那数数发中心呢 这几年来呢 一直透过技术 数位数据 来帮助整个国泰金融集团 来做整个子公司的数位转型 那我们的人数呢 从我们在六年前只有两百多人 现在已经来到了九百多人 一起来做这个技术的研发 那包括了像电子商务 数据分析 系统整合 市场研究等等的 还有包括我们最近两年 大家最夯最熟悉的 也就是像区块链 云端技术的部分 都是由数数发中心 来带领整个集团 一起来完成 但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在这些部分 到底这几年下来 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跟发展 好 那我们从最下面 就是左边最下面来看起 其实从2016年开始 数数发中心开始来为集团 做整个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 数据一定是整个数位转型的 最基础的根本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就是我们把所有银行的 资料科学分析的架构 全部都打散 重新去建构一个 新的基础的平台 那我们把平台建构起来之后 才开始去清理跟梳理 我们所有的客户资料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做 客户资料的清洗跟梳理呢 刚刚有提到 我们有1400万客户 这样的一个客户数 但其实大家想一想 1400万的客户数 其实它涵盖了 银行的客户 人寿的客户 产险的客户 投信的客户 甚至是证券的客户 那这些客户呢 在跟这些子公司 接触的时间点 可能都不是那么的一致 那在不是那么一致的状况下呢 它留在我们这边的客户资料 一定是不一致的 例如说 我在小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可能妈妈帮我保了 这个国泰人寿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的资料是 零岁 零岁 那我的电话呢 是爸爸妈妈的电话 我的地址是 爸爸妈妈的地址 对不对 但是呢 到我20岁 我自己到国泰市华银行 来开户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20岁 然后呢 我的电话 我的地址 已经是我自己 现在个人的电话地址 所以呢 在每一个接触点 所留下的资料 可能都是不一致的 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的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资料分析 更为精准 为了要让我们 对客户的服务 是更加的周全 所以我们费了非常多时间 把客户的资料 做了一次 完全的一个梳理跟清洗 才有办法 把客户的资料 给调整到是最新 最符合现在状况的 一个实际的内容 那在2016年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基础建设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发展 我们的生活金融服务 那因为我们了解客户 我们知道他在每一个 他的年龄的成长过程中 每一个时间点 每一个生活场景 他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更知道 应该提供给客户 什么样符合他需求的金融服务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到2020年 我们开始发展了中台架构 那所谓中台架构 这个大家应该比我还要内行 就是说我们呢 开始把我们的很多的功能服务 作为服务化 那过往呢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以银行来说 以前呢 以中央的核心系统来 支应所有的银行的数位服务的时候 系统的loading是非常重的 因为客户的每一笔交易 包括他到ATM做转账 包括他到ATM做提款 或者说他在ATM做任何的查询 所有的资料都会直接打到核心系统 其实对核心系统来说 他的loading非常的重 那这个loading非常重的状况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 国泰市华银行的ATM当机 那这个就是我们发现了之后 我们当然就要把这个问题 给好好的处理 才能够提供客户更稳健 更完善的服务 所以我们开始架设了中台 那中台呢 就把我们每一支 像这样子的金融服务 给微服务化 全部拆解 放在中台上面 当你要转账的时候呢 我们去咨询的就是 中台上面的转账 这一支服务的程式 这个核心系统 那当你要提款的时候呢 就是达到了就是中台上面的 这个提款功能的这个系统 所以呢 他大大的将我们的核心系统的loading 给降低 所以我们在银行先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慢慢的也在产显的部分 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慢慢的我们让所有的子公司 都以中台的服务的架构 去降低我们的系统loading 提到我们的服务品质的提升的部分 那在2021年呢 我们也开始推展了海外的数位服务 国泰其实在2021年开始 我们慢慢的推进到东南亚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东南亚市场 包括了柬埔寨 包括了越南或者是泰国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他们其实当地也有非常大的 这个数位金融服务的需求 但是可能当地 他们的金融科技的这个技术 不像我们台湾国内研发的这么齐全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 进驻到海外去 那到海外之后 我们先以越南为第一个 最主要来深耕的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国泰在越南 其实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开始有越南产线 越南人寿还有越南的国泰世华银行的服务 在那边做服务当地的民众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我们将我们的金融技术带到当地 在子公司上面做发挥 可以让当地的金融业者跟我们做合作 也可以让当地的艺业跟我们做合作 来让当地的金融科技服务跟数位服务可以更加的健全 那接着呢到了2020年 我们就跟上了这个 现在全台的趋势上云 那国泰呢在上云的这个部分 可以算是金融业 走在蛮前面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从 开始跟主管机关 来沟通上云的部分 然后一直到我们真正获得了许可 历时总共花了 三年的时间 那这三年大家会很好奇 上云就上云啊 然后送个资料啊主管机关说OK啊 这样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三年呢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金融业是一个算是特许行业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呢 他看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包括你的资料上云 会不会有资讯安全的问题 会不会有机密外泄的问题 会不会有资料被盗窃的问题 所以呢光是在我们跟主管机关做沟通 我们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安全性做好 怎么样把我们的资料的健全性做好 怎么样在层层把关下 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客户资料 可以在云端做很好的运用 这些部分 我们就来来回回跟主管机关沟通 送件退件送件退件 总共应该是五次吧 那历时了三年的时间 那好不容易我们获得了主管机关的认同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上云这个部分 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那再来就是我们到2023年开始 刚刚有提到国泰因为有非常多的子公司 非常多的关系企业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发展了所谓的资料共享 那这个资料共享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当客户 他比如说他是我的人寿客户 那人寿客户呢 他可能跟我们已经往来非常多年 像刚刚我讲的 我可能零岁开始来保国泰人寿 那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保了20年 到他20岁的时候 如果他来跟国泰世华银行做贷款的时候 那国泰世华银行呢 不需要再去征询客户说 你可能要给我很多KYC的文件哦 你要告诉我你的资产有多少哦 你要告诉我你的信用平等要很好哦 这个时候他只要去看 原来你是我国泰人寿长久以来的客户 你的交保费的状况一向都很好 你从来没有预识 那所以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信用平等 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贷款的条件 所以在集团资料共享的部分 是我们现在努力在部件的部分 好 那在整个我们这样子的转型过程 还有推进刚刚讲的这一些 大大小小的工程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在整个工作文化上 有非常大的调整 那过去大家对于金融业的工作文化 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刻板 觉得说就是一定有很多的流程 很多的规范一板一眼啊 一定要符合所有的公司流程来进行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每一个专案呢 都可以快速的进行 快速的验证 快速的达到可以落地的效果 我们成立了两个不同的一个形态的 一个办公模式 一个就叫做转型办公室 那另外一个叫做Warren 那战情室跟转型办公室 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转型办公室的部分 主要就是说 有我们的上层的主管 或者是我们的发起单位 他们来决定说 现在我们可能要推动一个非常新 或者说非常大的一个新的建设的时候 他们会成立这个转型捐册委员会 然后召集所有下面相关的子公司 一起来加入 来加入这个专案当中 然后以不同的领域 不同子公司的角度 来协助整个转型专案的成立 那在这个Warren的部分呢 它比较像是就是说 我召集了所有子公司 跟这个专案相关的人的成员进来 大家来贡献不同的意见 贡献不同的技术能量 来促进我们的某一个专案的进行 所以它的两个模式不一样 那在右边这一个 它比较属于是小步快跑的方式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 这里面的成员呢 大部分都是各个子公司 不同技术 不同的职能的人 所以当它到转型办公室 来做这个合作之后 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文化 再带回到自己的子公司里面 去帮助子公司也同步的来做转型的运作 那这些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国泰在Digital Data Technology 以及SEA SEA就是东南亚的部分 然后还有在我们人才培育的部分 近几年的发展 那我就快速的带大家来浏览一下 那在Digital也就是数位服务的部分 我们其实现在呢 比起就是强化自己本身的数位服务之外 更重视跟异业的合作 也就是打造一个金融服务的生态圈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 像我们有一个CaaS的platform 来服务我们所有的异业客户 来跟我们做借接 那Cube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大家最耳熟的 你想如果是国泰客户 应该都有Cube的这个APP 那Cube的APP上面是已经结合了 所有现在几乎是国泰的数位服务 都可以在上面来做处理 好那再来呢 就像BeeSafe BeeSafe是我们这个国泰产险的一个 出行专用的一个保险平台 那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把所有的保险做碎片化的服务 过去买保险的时候 你可能要买一个主险 买好多的副险 你要买到你要的东西 你还要额外的买一大包 可能你用不到的东西 但是呢 国泰产险的BeeSafe服务 你可以单就 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来投保 例如我今天要去露营 我可以投保露营险 而且我可以选择我要的天数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弹性 而且非常的符合客户需求的 一个服务项目 Data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做了集团的资料共享 那我们也做了像是GPS定位 去了解客户他所在的位置 他可以服务的分行 或者说这个位置附近 可以对他提供的服务内容 有哪些做这样的分析 那再来technology的部分呢 包括我们有创新的实验室 来跟我们的新创业者做借接 帮助子公司来导入一些新的技术 来做更好的这个数位服务的研发 那区块链的应用更不用说 我们在前两年也推出了 环茂区块链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区块链的应用发展 那集团上运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SEA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在当地 刚刚提到有跟很多的异业来做合作 那这个异业合作的部分呢 包括我们跟当地的Momo 不是台湾的Momo啦 就是当地的Momo呢 有做电子钱包的这个合作 那我们也有对我们当地的这个 业务人员来做Smart Agent Go这样子的一个APP 可以让他们更方便的来服务当地的这个保护 好 然后呢 People的部分 大家会很好奇啊 为什么整个研发会有People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 讲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还是人 我们的同仁 我们的技术者 我们的每一个不同的职能的角色 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有看到 我们有900多位的这个研发的员工 每一个同仁都是我们就是 招揽进来 然后招募进来之后 我们不仅是请同仁 在他的工作上面去做好好的发挥 而且呢 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单位 都会为了让同仁的这个职业 生命周期 可以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成长 跟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培训课程 也会让大家就是在工作上面去学到 自己原本的职能之外的一些新的技能 好 那这边快速的带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 在越南当地的一些发展 那我们也因应越南当地的发展 我们在台中成立了台中资讯中心 那台中资讯中心呢 其实也就是为了要在这个 资料科学的部分来做一点 这个研究跟琢磨 来支应我们越南当地的这个 金融服务发展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大家最会讲到的企业 就是永续的部分 那永续的部分 其实国泰也有很努力的呢 在做健康 还有气候 还有培力这几个方面的琢磨 那大家呢 近期应该也会陆陆续续的看到 我们在媒体上 或者是说在实际的作为上 有一些露出 好 以上就是 我们对国泰金控的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内容 有兴趣 或说刚刚讲的职缺有兴趣 也欢迎待会到我们的摊位 来跟我们做互动 谢谢 谢谢 影片还能放吗 还有时间可以 可以吗 可以 请 国泰金控不仅在台湾推动数位转型 跟拓展国际视野 我们将CDC定位技术输出海外的总部 协助集团与东南亚数位金融发展 世界各国的CDC 是防疫的指挥中心 我们期待国泰的CDC 是在发展海外业务的时候 最重要的资讯开发中心 选择台中主要是因为这里能够汇聚 北中南各地的技术人才 并且希望能够率先 打造出中部首座的金融科技中心 我们希望能延伸北部的集团资源 以及中台的开发技术到台中的CDC 让整个开发的过程 能够更弹性敏捷而且有效率 国大数位金融在台湾取得了一些经验 我们希望借由台中CDC这个设计开发总部 将触角延伸到海外 能够有更宽广的视野以及发展 CDC将作为领头羊 率先引领国泰语业界前进海外 开创东南亚新兴业务发展 我们有招募专案经理 产品经理 UI UX 设计师 数据商业分析师 还有系统分析师 另外我们还找寻 Java 开发工程师 QA 以及 DevOps 工程师 无论你是数据分析 资料工程 分散式运算 AI 人工智慧 机器学习的高手 只要你喜欢主动挖掘问题 积极地提供解决方法 乐于分享 我们都欢迎你 国泰在台中的插旗 相信可以带动中部的技术研发 动能活络起来 身为中部的科技研发人员 国泰让我们可以离家近 可以回家跟阿巴布吃晚饭 这对员工来说是非常贴心的事情 很欢迎北漂南漂的游子 返乡回来发展 可以加入我们金融业最强的研发团队 欢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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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感謝國泰的Job Fair 然後接下來我們歡迎 經濟贊助商Nescope的Herry 帶來的演講 那我們就交給Herry 大家好 我是Herry 那我是Nescope的Teleacquisition Partner 那今天我會先介紹一下Nescope 那因為應該沒有到很多人知道 所以我會大概分享一下 那Nescope在三年前2020的時候 被Nescope這家美商病下來 那當時Clawless這家公司 可能大家有聽過 這家公司主要是做API的開發 那我們被美商病下來之後呢 我們主要是做雲端的資安的服務 OK 好 我們主要有三大的產品概念 第一個概念呢 我們會用SaaS的服務 今天有非常多的客戶 他會把他們的資料系統放在雲端上 那我們要確保他們的員工 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用任何一個網路 用任何一個筆電 都可以安全的進到他們的雲端系統 所以我們要確保中間Data Traffic的安全性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部分呢 會是Client的部分 那我們Focus的會是在公司給員工的手機 平板電腦這一塊的OS 我們今天會在這台電腦上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們要確保公司所員工的任何的行為都是安全的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Network放進Wi-Fi裡面 今天能領到這個Wi-Fi的Smart Device 可能是Smart TV Smart Camera Alexa 這類等等的 都可以受到我們的保護 避免駭客窃取裡面的影像啊 音檔 各種方面 好 那 Nesco有這麼多的產品 我們在台灣 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的Office 第一大是美國 第二大是印度 我們是第三大 我們這邊大概有130位的員工 那基本上都是工程師 所以進來這個Tech Hub的環境 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工程師的背景來說 這邊會是一個非常好訓練的地方 那我們雲端用三種 我們七成呢 會是我們自己的私有雲 全球有五十五個以下的Data Center 在供應我們這個私有雲的操作 另外三成呢 我們是用Google的GCP跟AWS 所以針對雲端有興趣的工程師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好 那我們台灣呢 大概有十幾個Team 基本上都是Global Team 也就是說我們要對接的主管 或者是Director 都會是在美國或者是印度 所以這可以談到幾個東西 就是說彈性這一塊 我們工時的部分是彈性的 你自己的Task 你的Meeting 處理完你中間要去處理其他事情 這個都沒有問題 地點的部分 我們也是大部分的Team 都是Fully Remote 也就是說你不進辦公室也沒差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的是 進辦公室有它的好處 第一個會是這個設備比較完善 這個好像還好 但是第二個呢 我們呢一到五都有午餐 所以呢我相信進到辦公室之後 你就不用再思考說到底要吃什麼 這個我看也是台灣人就是在思考 最大的困難點 第三個呢 我們的臨時甜點飲料 跟活動也都會在辦公室 或者是甚至帶大家出去 所以我覺得整個工作環境 是可以達到Work-Life-Balance的 好 那我們到底用了哪些技術 我們Back-End這一塊呢 主要針對雲端 我們就是Python、Golain 那如果是Networking相關的 就會是以C、C++這個部分 其他的技術像是 因為我們都是分散式系統 都是比較Large Scaling的 所以就會是可能用到了Mongodb Redis 或者是Bitquery Jenkins 或者是一些MySQL等等的 都有機會用到 好 我們全球剛好提到 全球有無數一個以上的Data Center 我們供應了哪些客戶去使用 我們主要你可以把它想像 我們是一個filter 針對公司內部的Data Traffic 去做到保護 那像是Amazon Line TSMC Qualcomm Mackenzie Morgan Stanley 或者是可口可樂 Walmart 這些公司的Internal Data 都是我們在處理的 所以如果對大數據有興趣的朋友 或者是說 你想要在台灣就可以處理這麼多大數據 開發這麼多大數據系統的工程師 我覺得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好 那 我是招募的同事 所以我當然就要來做招募一下 我們在四樓的S2 那一上樓梯就可以看到 我們主要招募三種項目 第一個工程師 工程師的部分呢 剛好提到這三種 Python跟Golain的話 就會是跟這個Cloud相關多一點點 C++這一塊會比較偏向Networking 會比較偏向在開發Proxy 或者是Maintain 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會用到很多的Kubernetes Docker 然後或者是可能TCP IP DHCP HTTP HTTPS 這個部分的應用 然後我們有Fullstack 這個Fullstack的Team呢 主要會是在開發UI Dashboard 主要讓客戶的IT他們去操作 做一些Configuration的設定 或者是說看一些Report 好 再來我們 有一個團隊其實蠻特別的 叫做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Test 蠻多的工程師 或者是說在學校在講的時候 可能會說QA這個部分 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對我們來說 完全跟Developer是完全一樣的 不管在薪資 各種集聚Level上面完全都一樣 所以不一定你想要做Developer 你可能想要做QA 試試看 也是要寫Programming 也是要了解各種CICD container的應用 所以第二個也是歡迎大家來試試看 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有在找Manager 那如果說是很資深的同事呢 也可以歡迎參加 好 那我這邊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最後我們用一點影片 來讓大家更了解NESCO 那從美國到台灣的狀況 Cybercrime Cybercrime 就是因為這些攻擊 人們可能不看到它 而不覺得它 但實際上是 有一個戰爭 每次的一天 What's the most valuable asset of a company, other than its people, it's its data. It's the new one. You want people to be able to do their business. You want pharmaceuticals to develop the latest vaccines. You want healthcare companies to service their patients. You w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be available worldwide to promote commerce. What's the number one thing that inhibits any of those things from happening? It's how do I secure this data? And so what we do, we enable and unleash innovation across all real sector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while protecting their most valuable asset. Data is everywhere now, so there are people doing field work. There's a student studying in their dorm room. We want an investor to be thinking about executing an action on the trading floor, understanding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secure that data and allow people to innovate and work where they need to. to be able to sell. And as we innovate, you have to move to the cloud. You have to access data anywhere, anyway, and at any time. And so you've got mobility, you have cloud, and you have remote work. Amidst those three things, you have to look at your IT, you have to look at your infrastructure, you have to look at your policies and say, what do I need to change given that? But what I need to change, I need to change my whol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t's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and people, people who are innovating to be able to focus on the good work that they're doing. This, for us, directly ties into the UN's 9th sustainability goal, which is innovation. Providing that confidence that allows people to do the work that they want to do, and it's the good work, without worrying about how secure we are and the information or the practices or the discovery that I'm working on won't be leaked to somebody else for an unintended purpose.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makes companies sustainable, what helps the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we're talking about cybersecurity here as well. When you think of what we provide as a service in being cloud native, we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to reduce that footprint that you have in those data centers of all those servers, making sure to maintain, making sure they're patching. You know, we're taking on that responsibility for you, and you get that one-to-many effect. For us, that means one more organization that's focused on sustainability, one less community that's impacted by a data breach, one more diverse thought leader in our space to help solve some of these grand challenges. If I use my voice as Netscope, and another company uses their voice, and a third company comes in and uses their voice, then I would argue that all cybersecurity companies, all tech companies can also make a huge impact in this space. And we're going to be better together. If we work together on these challenges, then we can solve them. In security, unless you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you won't be able to protect data, you won't be able to stop threats. And so the unique thing about Netscope is we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We have something very unique. It understands in real time, within milliseconds, what is the transaction? What is the data that's being transacting with? And then we can set policy to stop that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to find where these threats are. When you're trying to protect people, you need to innovate. The world doesn't stand still. Our attackers aren't standing still. They're waking up every day. They're running businesses. These are criminals. They have a CFO. They have engineers. And they'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companies and these people. We need to stay a step ahead of them by innovating. The relationship that our teams and that humans have with data today is just the beginning. We're going to generate more and more data as we've seen.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push for access. Data helps us make better decisions. We've proven that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organizations that are trying to innovate, they're monetizing that value of data as well. They're building businesses around this. You're going to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safe. If we secure that data across the world, no matter where people are and what they access, they need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security, and Netscope is that new way. 情報 整理gehton 整理由 那如果對 Netscope有興趣的,我們在四樓, 那我們今天也有好幾位工程師跟我們Recruiter都會在現場。 那你們有問題都可以到這邊問,謝謝大家。 Let's go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Job Fair Session是来自 对 来自日本的经纪赞助商Henge So we thank Nescope And our finalJob Fair Session will be by Henge Our golden sponsorship from Japan And let's welcome I just click this at the moment Or will it be more than you Okay Pengue 情報システム部はSaaS導入に期待していたが Uwa 大変です パストワードが増えすぎて対応できません Ah セキュリティただ漏れです Uwa 予算食いすぎ So SARSだけでは不十分だったのだ So go de Henge 1 200以上のSaaSにプラス1するだけで SaaSのお悩み 一発解決 SaaSプラス1 Henge 1 Hello So yeah So I hope you enjoy or like you pay attention now after the video So we're from Henge Henge So we're from Henge It's a B2B cloud Oh yeah I forgot I have this one B2B IT company based in Tokyo, Japan So my name is Yuri And I'm the engineer in talent acquisition So I'm not an engineer So don't ask me about very technical stuff But I have a team in the booth I can answer you with that So what is Henge, right So it's a B2B SaaS company It was founded in 1996 So we've been on the field for 27 years now So we have 300 plus full-time employees Or I guess 400 something Including like the non-full-time ones And then we have members from 22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at our engineering team is 80% are Japanese I'm sorry non-Japanese And the whole employees is like 3025-30% are like non-Japanese So yeah so we have our main product called Henge1 So Henge1 is like a cloud-based security solution So it is we have access control, device security, messaging security, and online security I guess to put it simply or how I explain it to as a non-engineer is that 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 So for instance we have a So let's say I want to send an email to Sonam in I don't know Henge So but then let's say I accidentally send it So maybe like autocomplete there would be like Sonam in PyCon Taiwan Sonam in other companies So and I accidentally send to the wrong one So because there are two big accidents of data leakage in Japan So first is me sending email And the second is like device loss So for example So basically we have several solutions Or like features that will help you to prevent that So then we have So we basically provide security layer on top of the company that's using cloud So Microsoft 365 or Google Workspace Or something like Slack and AWS Salesforce Those who have like a single sign-on or XML to that So we are We putting another security layer on top of that Of course you know back in 1996 there's no cloud at that time And we're doing different things right But in 2011 as you know there's a massive earthquake in Japan So a lot of like I don't know surfers including ours are just like broken I think at that point that's where a lot of companies move from on-premise to cloud So for those because Japan in general is very much prone to earthquake And natural disaster I guess here's probably typhoon And then but yeah So in Japan we have other things too So that's why a lot of companies are moving to cloud The cloud turns high in Japan So for those company we provide the security layer on top of that Yeah so these are just kind of like some of the few clients That we have So Fujitech, Asahi, Kawaii So we have I'll go to the numbers a bit next So we have almost 2,500 Firms like as our client With the size of 1,000 to 60,000 plus company size And then we have about 2.42 This is according to Quaratory which is like April unique users So in Japan we're pretty big But I think it's also quite niche market So I understand Well I didn't know about the company before as well So makes sense if you've never heard of it So we do So our headquarter in Japan in Shibuya in Tokyo If you've been to Tokyo And then we also have a marketing or sales office in Taipei It's about like 5 minute walk from Taipei 101 I believe Yeah so we're also listed in Tokyo Stock Exchange So we're kind of like public companies now But you might wonder why we're here right So like why are you guys doing here So basically even though we're like an old Japanese company So we're I think we call it like we're challenging status quo right So the company itself the easiest way to explain I guess It's like the vibe is kind of like American Silicon Valley startups So English is our first language in the office since 2015 And then we have a lot of like I don't know office events and stuff And most importantly we're looking for English speaking engineers So that's why we are here So we have So right now we have an internship and mid-careers and no Japanese prerequisites So yeah so first is like we have this global internship program So it's a four to six week internship in Japan So basically all covered we send you We have we send you to go to Tokyo And then have an internship with our engineering team And then for you maybe to get to know Japan right So let's say you're curious or you're interested about working in Japan But then you heard this like stereotype about working in Japan And you're still not sure whether we are the kind of company that I explained it to you basically So we do have this kind of internship program And we have people coming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all expense covered So right now we have it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And January to February open Yeah so you know like some people will say like but I've been to Japan as a tourist right Like our like I'm actually Japanese but I think for us it's still important for you to get to know our company culture So it's kind of like a get to know each other So see if you if you have an idea about living and working in Japan And then see if it actually matches your expectations or hopefully exceeds and vice versa See if you also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a candidate So if it doesn't match then we want to hire you in the end of your internship then we will hire you So if you're still a student we'll wait until you graduate and then we secure your spot You come back to Japan But if you're not a student If you're already mid-care dance great So you can just join whenever you can Yeah and this is like the engineering position for the senior developers So we do of course because this is Python conference right So we have it for the Python developers But we also have for like Golang and other positions You don't have to scan the QR code at the moment Well you can if you want to but we are over there We have the virtual later on So how we work So this is maybe a little bit I don't want to go to details about it So we are pretty much bottom-up culture in the company And then we hav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of course So let's say if today I work a little bit over then tomorrow I can just work shorter And vice versaSo basically as long as I don't As long as I don't As long as I Let's say in a month I have to work a hundred hours for example Then I as long as it's a hundred hours so that's fine A free address sitting So even the CEO he doesn't even have his own seat So everybody has lockers and you can kind of sit like wherever you want to So hybrid work style So but I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at like Like at the moment we still want you to be in Tokyo So we don't really have like a hybrid from Taiwan However if you are in Tokyo already then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office Because it's pretty much like hybrid unless we have a team day maybe So learning support yeah So as I get as I said like English is actually our main language in the company So but then if you want to speak more Japanese then we have a language classes of skilling and stuff And then opportunity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ferences So for example John will be the speaker for tomorrow So he will apply for a lot of PyCon I think he got five PyCon speakers this year So then the company will provide you to basically send you there And usually we try to sponsor the companies The event as well like PyCon Taiwan And then yeah and then like other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s really So yeah and then we have a lot of company events And sometimes I do think that a company is not like a company Because a lot of events that are not work related It's like yeah so we have this monthly technical session Which is kind of like a little bit of is it TEDx or like mini technical conference in the office every month So all of the engineers sometimes on engineers is what they share about w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recently Or like you know sharing basically And then we have like office clubs I think we have this like I don't know Zelda club tennis hiking you can name it It's very niche and then very there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we have also like still like Japanese kind of tradition to just remember that we're still a Japanese company And yeah so I think that's all I don't want to go to details about other thing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rop by to our booth I think it's S3 in this So if you go up to that and then we'll be there immediately So we have several We have several people here that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talk to you So drop by to our booth Grab some swag and say hi And then learn more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at Henge So yeah I think that's all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那我們感謝Henge帶來的介紹 那這個Job Fair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下一個演講議程會是3點25分 大概12分鐘後開始 那大家在這段時間可以從R0的後門出去拜訪 因為我們剛才有Job Fair的贊助商 或者現在下午茶點也到了 所以大家歡迎去享受就是下午茶 也歡迎跟其他會中交流 So thanks our last job fair session from Henge And the next talk session will start at 325 About 12 minutes later And before that you may visit the sponsors booth And from the back door of R0 Or you may enjoy the afternoon desserts Or interact with other attendees Thanks And from the back door of R0 Then And then,你要打開 O營 VL Rを Enter We're 裡面